2024年加密产业再度爆发 比特币以太币等资产成为了华尔街的热门宠儿 加密趋势该如何跟进 2024年我们又该如何一起加入这场资本浪潮 区块链游戏GameFi 你有没有听说过呢 如果你是GameFi区块链游戏的新手 不但没有深入了解这个产业究竟是什么 以及你投入增金白银之前 没有先了解投入的风险是什么的话 那么你有可能因为加密浪潮 而掉入了一场经过完美包装的金融陷阱 大家好我是Bob 这里是Bob啊你也有 这个影片这个频道会分享一些 我个人在区块链产业从业的一些心得跟想法 是非常主观的频道 那么今天主要是想要做一支 2024年最完整的GameFi教学攻略 这个产业它的概况如何 GameFi区块链游戏的赛道 目前是有什么样的状况 以及呢我们会从注册交易所开始 来让大家了解说 哦原来你要去玩一个区块链游戏 你要去投资一个区块链游戏 你需要做这些事情 你需要有这些步骤 以及最重要的 在这些步骤里面我们需要注意什么 最后呢我会推荐我个人 在2024年比较看好的三大区块链游戏 当然这以上都是个人的想法 不构成任何的投资建议 以及呢我会分享一下 我对于这个赛道未来的看法 未来的讲望为何 如果你是有经验的币圈人 欢迎使用下面的时间戳记 直接跳到你比较有兴趣的内容 那么新手的话请务必要看完今天这部的影片 GameFi 区块链游戏 Web3 Game 以及NFT游戏 其实这四个词 他们指的都是同一件事情 所以呢接下来我们就用区块链游戏 来去简单的叙述它 大家可能会比较好记 那么区块链对于游戏 到底产生了什么样改变 为什么加上了区块链 游戏就不一样了呢 因此啊这里我们来简单讲一下 区块链是什么概念 如果要用一句话来形容区块链 我会称它为 去中心化公开透明的资料库 区块链的概念其实非常好理解 原本只有一家公司的资料库可以寄资料 现在呢开放让全世界的电脑 只要你想要参与区块链 然后你想要成为矿工 都可以一起来记录资料 比特币就是公开透明去中心化的记账本 这个概念大家可以简单理解一下 也因此呢所谓的加密货币 原本只有一个机构 它所记录的资料 现在全世界的电脑都可以记啦 那么比特币 以太币 以太达币等等一大堆上千种的加密货币 它所最基本的原理 大家可以简单这样子理解 也因此呢 区块链加上游戏 它最大的提供的价值 其实有两个 第一个呢 由于区块链是开放 全世界都可以一起来记账 也因此 如果我们今天不是透过台币 我们今天不是透过Gash 我们今天是透过更多元的入金管道 我们今天是透过更多元的出资管道 来去游玩游戏的话 是不是就会方便呢 那么什么叫做更多元的出资管道 区块链就可以做到这件事情 你有电脑 对方有电脑 全世界都可以做到转账这件事情 这是区块链游戏的第一大优点 第二个呢 有个东西大家可能听过 但是不熟悉 叫做NFT NFT它做的事情 就是在所有参与区块链的电脑里面 比如说这件加9大马士格刀 是我的装备 好 这件事情 进入在了区块链上面 进入在区块链上面 同时意味着我这台电脑记录了 其他所参与区块链的矿工们 电脑都记录了 好 那我这个加9大马士格刀的 虚保记录 就会留存在区块链上面 这是区块链游戏的第二大优点 OK 有没有发现 很多人加入区块链游戏 或是加入GameFi 他们最主要的原因都是 边玩边赚 Play to Earn 那为什么这个东西 怎么在前面好像都没有提到啊 都在讲区块链游戏有哪些好处啊 劣势啊 怎么都没有听到 我要怎么通过区块链游戏赚钱呢 所谓的边玩边赚 意思是呢 你在游戏里面 你不是可以打到虚保 可以打到游戏货币嘛 虚保变成NFT 游戏货币变成加密货币 那你变卖虚保 你变卖加密货币 是不是就非常的方便呢 但是啊 经历过了2021年 2022年 人们逐渐的发现到 所谓的Play to Earn 边玩边赚 根本就不是区块链游戏 所有的专利 玩的任何游戏 本来就可以出售你游戏里面的虚保 跟游戏里面的通货 这是任何一款游戏都具备的 而区块链呢 本身只是加速了 便利化了这个过程的发生 那么2021年 2022年 推出的区块链游戏 不能说品质不好 只能说参差不齐 也因此呢 这个想法 渐渐有在2023年 2024年 被人们所抛弃了 在一款不成功的游戏里面 你赚的钱 要不是凭空生出来的加密货币 要不就是其他人 为参与这款游戏所花的钱 在本质上呢 是一场接近零和赛局的情况 所以呢 个人不建议大家贸然的去尝试 那么听到这里就觉得怪啦 那既然透过区块链游戏 又不能赚钱 那我来了解这个东西干嘛 这里就要跟大家提到了 投资区块链游戏 其实有非常多的方式 先第一个 我们可以投资什么 我们可以投资区块链游戏的平台 那么第二个投资的方法呢 是你可以直接买这些游戏里面的通货 或是你可以买它的置里代币 第三个呢就是我刚刚所说 你也可以实际上参与这款游戏 边玩边赚 也就是花钱参与游戏 并且尝试从游戏里面打出一些通货 打出一些NFT 然后再到市场上卖给别人 那么如同我所说 这样相较之下 它本身是会具有一些风险 今天当这款游戏的热度逐渐下降 而你又浑然不知的时候 你有可能就会成为最后一批被收割的韭菜 所以呢 综合以上三种方式 无论你要实际的参与游戏 你要买游戏的加密货币 或是你要投资区块链游戏的平台 或者是区块链游戏的区块链 都是你可以参与这个产业的方式 那么从结论上来讲 GameFi 也就是所谓的区块链游戏 在整个区块链加密货币产业里面 其实是处于一个备受期望的位置 什么叫做备受期望呢 意思是 所有人都希望它成功 所有人也觉得有搞头 但是呢 目前并没有一个非常非常 跳脱市面上的一个作品 也许各位在过去有听过像X-Infinity 或像Stefan 这有走进主流市场的作品 但是在2023年2024年呢 我们目前还是敲收一派 并没有办法忘下一个定论 所以呢 在这边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在过去一整年 各家的风险投资这些机构 他们最多投资的项目是什么 Gaming 也就是所谓的区块链游戏 各家机构 其实最看好GameFi这个赛道 但是呢 大家也可以看到画面上 Gaming这个产业 虽然它所获得的融资数量是最多的 但是呢 每个项目它所分配的金额 相较之下是比较少的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子简单的去理解 各家的风险投资机构 都看好区块链游戏这个产业的发展 但是呢 他们却没有办法稳定的去单压一支游戏 说OK 你这个游戏一定会做得好 你这个游戏一定会出圈 至少从现在 我个人推荐的三大区块链游戏里面 甚至都没有办法选出一支这样的作品出来 OK 讲完这个产业的好 那我们要看一下 目前它有哪些比较可惜的地方 这个是过去一年 The App Radon 他们去会整的过去区块链游戏 在哪一些区块链上面 它热度是比较高的 但是各位在画面上看到这些 不论是Wax Near Celo B&B Chain Cradle 上面的区块链游戏呢 大多都是品质相较之下 是非常糟糕的 那为什么这些非常糟糕的游戏 可以让这些区块链有这么高的热度呢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 边玩边转 这些边玩边转的游戏 由于人们最希望做的事情 就是赶快转到加密 会不会赶快转到NFT 对不对 所以呢 其实里面会有非常多的自动机器 所以呢 从The App Radon上面可以看到 诶 目前啊 热度最高的区块链游戏 所使用的区块链 是画面上这几个 而根据我个人的观察呢 在这上面的区块链游戏 它的品质 真的都非常非常的层之不齐 诶 那我们要如何开始去参与GateFind呢 诶 其实非常简单 各位去下载就可以了 等一下我会推荐三款区块链游戏 大家都可以在网路上搜寻相关的名称 就可以直接下转 诶 那不对啊 既然那么简单 那为什么还要你交呢 那当然是有原因的 就像我们前面所说的 区块链它是使用加密货币来进行交易 所以首先 你需要有加密货币 那么再来第二个 你还需要有加密货币钱包吧 所以因此哦 我们先来看一下 如何去买进你自己的加密货币 首先呢 大家可以看到我画面上的操作 比如说呢 我今天要用台币买加密货币 那我就很简单的打台币加密货币交易所 可以直接这样搜寻就好了 好 然后网路上面你就可以看到说 哦 原来这哪些交易所可以买加密货币 其他网站有推荐你去哪一些交易所上面进行交易 大家可以慢慢一个一个看 那我个人呢 是比较推荐MAX交易所 这里本身也是我目前在使用的虚拟货币交易所 那么大家可以使用说明来下面的连结来去注册 可以获得手续费折扣的优惠 好比方说我现在进入了MAX交易所 那我要做什么呢 我就要进行注册 那么在这些交易所注册 本身相较之下是比较安全的 原因就在于说 无论是Ace、Beatle Pro或是MAX交易所等等的 他们呢 目前都是受到台湾的金管会去做软性的监管 那么在注册过程呢 他会要求你去拍摄你的身份证啊 进一步的个人认证 这些交易所为何去配合政府的翻洗钱防治法 要让政府知道说OK 你这些交易所有好好的把关你的用户 没有参与到洗钱啊 诈骗等等的行为 那么在注册交易所的时候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第一个 请务必一定要使用Google 来去搜寻这些交易所 不要用网友给你的网址 或是你上网随便看到一个广告就点进去 请务必一定要使用Google 或是可以点击我说明栏下方的连结 那个也是正确的网址 这是第一个要注意的点 那么第二个呢 接下来我们买好了加密货币之后 要有一个加密货币的钱包 这里可以跟大家推荐 比如说Maymask 比如说OKX Wallet 都是很好用的加密货币钱包 那么加密货币钱包 跟我们常用的银行钱包不一样 银行我们要下载一个APP码对不对 加密货币钱包相对之下更加的方便 我们在浏览器这一边就可以直接的下载 比如说我今天要使用OKX Wallet 那我就搜寻OKX Wallet 看一下哦这里有OKX 这里有Google 那我们去Google的扩容应用页面 好加到Chrome Add to Extension 这样就可以直接做使用 之后你就可以打开你的区块链游戏 然后跟你的加密货币钱包 还有里面的加密货币去做连结 那么如果你想要买区块链游戏 或者是区块链本身的加密货币要怎么买 比如你可以到国外的交易所 像是我画面上所显示的 像是币安啊 OKX啊 Bybit啊 Bitget啊 BX啊 等等的交易所 都可以去买到你想要的加密货币 那么有时候区块链游戏还会要求你去买NFT 也就是直接买游戏里面的虚保 才能参与游戏 像AXIE等等的游戏 他们都是这么做的 你可以去画面上所看到的 比如说OpenSea啊 或者是游戏它本身的官网去铸造 也就是去买它的NFT 那NFT的话要怎么买 NFT一样 大家刚刚不是买了加密货币 以及有一个加密货币钱包吗 透过加密货币钱包里面的加密货币 来去买上面的NFT 简单来说概念是这样子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交易所的注册 或是NFT的教学 改天也可以一次录给大家看 我们今天先主要专注在区块链游戏哦 好那么今天呢 我们要向大家推荐三款2024年我比较看好的区块链游戏 那当然事前说明 第一这不构成投资建议 第二我所谓的比较看好 值得并不是说 哦这些游戏在2024年2055年一定会大龙大致 我甚至不看好它们会大龙大致 只是如果各位要研究的话呢 目前市场上我个人认为 只有这三款是相较之下能看的 第一款游戏呢是Big Time 它是一款多人线上MMO RPG 走的是传统MMO的那一套 那么由于它走的是MMO 现在目前市场的竞品实在是有点多 所以它整体的表现是中庸的 但如果呢 你想要享受一下区块链游戏的金融体系 也就是游戏的虚保变成NFT 游戏的货币变成加密货币 到底有什么好处的话 推荐你可以试试看Big Time 那第二个的话呢 是目前还在Beta测试的 Illuvian 玩法上面非常的有趣 非常串心 那么也希望Illuvian 在未来正式版的时候 可以给无论是区块链游戏产业 或者是真正的游戏产业里面 所有的玩家一个非常亮眼的游戏惊喜 Illuvian 是我在这三款区块链游戏里面 目前最看好的一支 那么最后一个呢 我会比较看好Fenton Galaxy 首次机甲战斗的路线 它有一个相停式的宇宙 可以让你去探索 那么目前呢 里面的机甲跟角色 它是需要课金的 它本身呢 有一段剧情 那也支持PVP 目前还在Beta测试的阶段 那么以游戏性来说 在整个游戏产业里面 并不算非常非常的出色 但是呢 以上说的 无论是Big Time Illuvian 跟Fenton Galaxy 在整个区块链游戏产业里面 是已经比较成熟的 那么至于呢 元宇宙游戏我并没有把它列在里面 是因为呢 它本身走的经济模型 以及它成长的动能 跟这些普通的游戏来说 是不太一样 它本身更偏向社交型的游戏 这个未来可以再跟大家一起聊到 那么听到这里 你可能会觉得 啊 Bao是不是对GameFi 2024年2025年的展望 非常的悲观呢 诶 恰恰的相反 由于啊 更多的区块链游戏 在2021年2022年2023年 渐渐意识到了 第一 游戏才是本质 第二 善用区块链跟NFT 可以带来的优势 才能为项目真正的发光发热 才能真正的出圈这件事 Play to earn 的乱象 也在逐渐的落幕之中 其实啊 我个人对于2024年2025年 以及未来的发展 是越来越看好的 只是呢 目前发展中的区块链项目 可以很明显的看到 依然留着以前的那一套 资本逻辑模式 依然没有把游戏玩家 游戏用户 当成是最重要的客群 最好比各位在玩游戏的时候 你一定听说过玉璧 听说过EA 大家很明显知道 什么叫做做游戏的厂商 以及做商业的游戏厂商 EA 绿币很明显就属于这一类 以及目前大部分的区块链游戏 也很明显是属于这一类 但是在未来呢 我们可不可以透过 区块链游戏来赚钱 很大一部分 都要取决于 你对GameFi这个产业 区块链游戏这个产业 能不能保持持续的去做研究 持续的去关注 那么如果你是新手 很感谢看到目前这个阶段 想必你对这个产业 一定有一个相较之下 更完整的了解 很可能我这部影片会劝退你 并不要投资 但我的原因并不是这样 我希望各位可以知道说 目前这个产业现况 以及你需要注意到的风险 你在参与区块链游戏的前面 你势必会遇到许多的障碍 许多困扰 但这也是因为这个产业 还仍处于非常早期的阶段 诚然现在并不是我个人 会去全力投资 区块链游戏的时期 但是呢 我依然看好这个产业 在2024年、2025年 会有更好的发展 也邀请大家可以跟我一起 去关注这个产业 未来将会往更健全的方向去发展 那么感谢大家的收看 今天关于许多的教学部分 都没有展开来细讲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我可以再拍一部影片 我是欢迎使用下面的说明栏 去注册你的交易所 注册你的加密货币钱包 那么有任何问题 也欢迎在说明栏这边 跟Bob一起聊聊